中秋節是華人的傳統三大節慶之一 在每年的農曆八月十五 在這一天 華人慶祝月亮最圓最亮的時刻 象徵家庭團聚和圓滿幸福 所以也有月圓人團圓的一句話流傳 而說起中秋節的由來 我們就先從它的中秋一直來談談 因為農曆八月是秋季三月的第二個月 十五日也是該月的中間日 所以才稱之為中秋 而在古代則稱為重秋 那職棒選手林中秋是中秋節生的嗎? 差了一點 那年的中秋節是九月二十七 而他是九月二十三日誕生的 中秋一詞最早是起源於周禮 裡面有提到 中秋之月養衰老,行米粥飲食 意思就是每年秋季的時候 地方政府會送白粥給年老者喝 可以顧味,是最佳的養生品 到了北宋年間 中秋節已經成為民間流行的節日 並正式制定農曆八月十五為中秋節 著名詩人 也表達出對生活的挫折和不確定性 然後我們就這樣默默地研究了十二個小時 互相述說彼此人生方面的感慨 都沒在工作 呵呵 希望老闆不要看到這一篇了 而有關中秋節的傳說總共有三個 起義是嫦娥奔月 在遠古的時候 天上出現四個太陽 烤著土地乾裂,民不聊生 部落的領主後裔用成功射下九個太陽後 並嚴厲剩下的太陽暗時起落 解救百姓於水火之中 之後後裔遇到一個老道士 給了他一包不死藥 說吃了他不僅可以長生不老 還可以升天成仙 後裔就請他的夫人嫦娥帶為保管 8月15這一天 8月15這一天 趁著後裔出門的空檔 他的徒弟彭蒙 威逼嫦娥將仙藥交出 嫦娥知道他的心數不正 若讓他長生不老 那就要害更多的人了 在他心急之下他就把仙藥吞了 吃完後 突然感覺身體變得輕飄飄的 慢慢的飛了起來 飛出了窗子 往天上 往月亮的方向飛了過去 就此常居住在月球的廣安宮 後裔回來後 見不到妻子 他著急的衝出門外 只見浩月當空 圓圓的月亮上 彷彿有人影晃動 再仔細一看 那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嫦娥啊 不得不說這勢力不知道幾點幾 這樣都看得到 之後每年的這一天 後裔都會在院子擺上嫦娥最愛吃的東西 以此來紀念最愛的妻子 從此之後 這一天就成了人們期盼團圓的中秋月 會在院子裡賞花賞月賞秋香 李商隱也為這一個故事做一首事 雲母屏風竹影深 長河漸落小星塵 長河陰毀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星 訴說月公的長河恐怕後悔偷了靈藥 陪伴他的只剩那些青天碧海 起二為吳剛伐木 在很久以前 一位叫做吳剛的西河人士 他是一位僑夫 就是古代砍財劈財的人 但是他醉心於仙道 想要有朝一日得到升天 但都不想專心學習 就是那種想得很遠 卻只是想想而已 像不像現實中的你啊 玉帝知道後大為震怒 就把他留在月宮 月宮就是廣寒宮 是中國神話在月亮上的宮殿 叫他把桂樹砍倒 那你就可以獲得仙樹 在吳剛砍到一半的時候 又發揮他那懶惰的個性 開始休息 而這顆桂樹會慢慢癒合 日復一日 始終無法將樹砍倒 這也算是另一種永生了 若是有一天他將桂樹砍倒了 那吳剛就會改名成無極鋼了 對不起太冷了 傳說如果 傳說如果你看月亮上面有個陰影 那就是桂樹的陰影 其三是在高雄的一個區 其三是在元朝時期 蒙古人統治期間 將各民族分為不同等級 由上而下為蒙古人 社牧人 漢人 男人 殘酷統治的漢族人民 元末時候 大量漢人為了推翻蒙古人的統治 朱元璋也揭竿而起 但是蒙古的軍隊控制嚴密 皮子之間無法傳遞訊息 軍師劉伯溫就心生一技 教屬下將8月15起役的紙條塞進月餅之中 再將月餅送到各地起役軍中 通知大家在這一天起役 不過這故事沒有在各史冊出現 僅止於民間傳說而已 時至今日 中秋節在不同地方的慶祝習俗有所差異 像在台灣的我們 因為商人的一句 一家烤肉萬家鄉 烤肉就成了台灣人在中秋節的活動之一 這一天 我們為地球暖化貢獻了一點綿薄之力 也讓空氣變得更加朦朧 但是烤肉是真的好吃啊 好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 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點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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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